如果不是想要解,自己三年没见到孩子的相似之仇,汪小飞或许就不会远赴台湾,看心爱的子女们,如今到了也顺便解决,与大S最后一点的联系,那就是把两人的定型酒店S Hotel改成飞行商旅,不过最近貌似遇到了麻烦事,有网友传S Hotel的标志无效, 而大S和聚俊叶或将重新用其开酒店,这么说来汪小飞算是白走一趟,加上大S向汪小飞索赔代言费,也是在两人的问题上多加了一个官司,大S自己都没有想到,当初以自己为名的酒店,最后终将是属于自己的,而亲自安排前夫与孩子们见面,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做法,大S拿着汪小飞每月的抚养费,根据俊叶过着幸福的小日子, 从不会担心与汪小飞打官司,毕竟之前狗仔葛思奇站在自己这边,疯狂抱汪小飞的黑料,不过现如今葛思奇突然变性,也让大S感受到了危机感,但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资产,未来自己当老板娘,想必大S也很是欣喜。 不过大S妈妈并没有因为汪小飞开私,反目成仇,反而还认这个女婿,4月18日,据台媒报道,汪小飞最近又低调去台湾了,主要是为了处理大S官司,和饭店改名两件事,有台媒就此致电S妈妈,大S妈妈完全不知道汪小飞行程,甚至觉得媒体比她知道的都清楚, 对于是否让汪小飞看望两个孩子,孩子妈妈根本不介意,随时来看随时欢迎,毕竟汪小飞是两个孩子的父亲,大人的事情不应该跟小孩子挂钩,至于汪小飞酒店改名,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,这种事情根本无法参与。 大S妈透露酒店早在离婚后,大S就跟汪小飞已经完成了切割,股份也都处理好,而由于汪小飞因为与大S离婚后,两人闹得非常僵, 特别是大S跟巨俊叶叶结婚后,惹来汪小飞非常不满,对于两人是否能缓和,大S妈妈表示自己不从中调和,也无法干涉,不过再怎样,汪小飞也是孩子爸爸,关系肯定不会断掉。